授贤仪式现场 将润秒设 军营需要仪式感 将每一个荣耀的时刻印刻下来 军人需要仪式感 让他们更加热爱自己身上的军装 军属需要仪式感 认可他们为部队国家的默默奉献 1月12日 武警北京总队执勤第四支队 举行干部事官晋升授予警贤仪式 为晋升警贤的基层干部 中级士官 颁发命令状和新警贤 并邀请这些晋升警贤军人亲属出席 共同见证这荣耀时刻 晋贤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 该支队支队长时警军 宣读了上级的晋升 授予警贤命令 伴随着人民军队中与党的激扬弦律 在场的军人家属 为新晋升警贤人员 佩戴上了新警贤 看到亲人身上笔挺的礼服和闪亮的尖章 不少军属眼里泛着泪花 为他戴上尖章的那一刻 我觉得一切辛苦都是值得的 同时 晋贤仪式对我也是一次生动的教育 让我更明白了奉献的意义和担当的价值 我一定会继续当好嫌妹主 努力做一名好军嫂 参加授贤仪式的武警北京总队执勤 第四支队保障部助理员宁亚男的妻子郑林说 记者在现场还采访到了 从新疆专门赶到北京 来参加女婿进贤仪式的全国道德模范 全国优秀退役军人 荣英 2013年度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之一的陈俊贵 他说 作为一名老兵 我今天重回部队参加女婿的授贤仪式 感到很光荣 感受到了国家对军人越来越重视 各项政策也越来好 作为一名老兵 也作为一名军署 我感到特别光荣 据该支队政委凡梁柱介绍 组织军人家属参加晋升竟贤仪式 不仅是贯彻落实新条令条例的具体举措 也能有效激励军署们崇尚荣誉 增强光荣感自豪感 无论是干部还是事官都是部队建设的中流砥柱 荣耀时刻需要军署一同见证 姜瑞鸟 言星辰 授贤仪式现场 姜瑞社 一名军署为丈夫佩戴终极事官警贤 姜瑞鸟社 新华社北京1月18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8日表示 中方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美国国防部17日发布 导弹防御评估报告 无端鼓噪中国威胁 奉劝美方摒弃冷战思维 以实际行动维护国际和平与稳定 华春莹说 该报告无视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 充斥冷战思维与零和博弈等过时观念 渲染地缘政治对抗和大国竞争 无端鼓噪中国威胁 美方举动毫无建设性 将损害地区和平与安全 影响国际和裁军进程 引发军备竞赛 破坏全球战略平衡与稳定 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华春莹说 他表示 中方一贯倡导共同 综合 合作 可持续的安全观 主张通过政治外交手段 解决导弹扩散问题 反对以牺牲他国安全利益 换取自身安全的做法 华春莹说 中国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 坚定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 在战略力量发展方面 始终采取极为克制的态度 无意也不会对包括美方在内的任何国家构成威胁 我们奉劝美方摒弃冷战思维 从维护全球和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大局出发 本着负责任的态度 以实际行动 维护国际和平与稳定 华春莹说 完 at Sevilla Dad Post 7,531 据外媒报道 为维护自己退出伊核协议的决定 美国总统特朗普30日对美国情报部高层展开抨击 称他们对伊朗核武器进展的评估是错误的 据报道 特朗普上天早上在社交网站发文称 当谈到伊朗的危险时 情报人员似乎尤其被动和天真 他们错了 我当上总统时 伊朗正在整个中东制造麻烦 还有很多 在第二条发文中 他不仅称伊朗最近在测试火箭 还嘲讽情报部门领导人 应该回去念书 29日 美国国家情报局局长科茨 以及中情局局长哈斯佩尔 在参院情报委员作证时 表示基于情报评估 没有发现伊朗正在发展其核武能力 评估结果显示 伊朗目前没有进行我们认为生产核装置所必须的关键核武器开发活动 情报官员缓警告称 如果德黑兰未能从联合全面行动计划中 获得其预期的实际贸易和投资利益 伊朗官员威胁要开始继续其核能力 自上任后 特朗普不断抨击伊核协议 称该协议是有史以来最糟糕的交易 有本质的缺陷 并称如果不退出协议 伊朗将处于获取世界上最危险武器的关口 2018年5月 他宣布退出了这项奥巴马时代签署的协议 此外 美国情报官员们的证词 还在其他几个问题上与特朗普的说法相矛盾 如他们表示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仍然是对美国的威胁 而特朗普一再表示 该组织已被击败 由于情报官员的证词与特朗普的评论形成鲜明对比 被媒体广泛报道 引发了特朗普的不满 新华社北京11月15日电 11月15日上午 中央军民融合办 举办军民融合发展总体情况第三方评估成果报告会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军民融合发展重要论述 传达学习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 第二次会议精神 和全国军民融合发展工作座谈会精神 研讨交流军民融合发展总体情况第三方评估成果 会上 军事科学院介绍了军民融合发展第三方评估综合报告 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介绍了军民融合发展重要领域 重大项目第三方评估报告 参与评估的军地有关专家和代表畅谈工作体会 交流认识收获 发表意见建议 通过这次评估 全面展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 各地区各部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军民融合发展重要论述的创新实践成果 整体反映了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 成立以来 坚定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的工作成效 系统梳理了现阶段 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面临的矛盾问题 有效探索了依托军地专业评估机构 联合开展第三方评估的工作模式 为启动展开军民融合发展十四五规划论证工作奠定了基础 大家一致认为 这次评估是一次宣讲式的春耕播种 全景式的底数盘点 会诊式的精准把脉 起到了以评促建 以评促容效果 对于提高军民融合发展工作科学化水平 开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新局面 具有重要意义 环球网军事1月24日报道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1月23日报道 北约在阿富汗发起的坚定支持行动指挥部发布消息称 一名美军22日遭枪击遇难 消息称 一名美军今天在阿富汗 因敌人枪械的射击牺牲 消息没有透露枪击的地点和遇难者的身份等详细信息 近日 部署在中东地区的美军部队 可谓是接二零三出事 1月16日 叙利亚漫笔记发生恐袭 一名自杀式袭击者 在美军行逻队经过时 引爆了炸弹 报道称造成5名美军士兵死亡 由于美国当前正处于从叙利亚撤军的敏感阶段 这起恐袭事件 也引发美国国内对特朗普有关政策的质疑 值得注意的是 就在这起恐袭发生后不久 美国副总统彭斯 却在驻外使节会议上表示 IS已被击溃 环球时报综合报道 美国海军唐纳德库克号导弹区逐舰 于19日进入黑海协助盟友 俄海军迅速展开立体监控 美国海军第六舰队 19日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库克号被派往黑海 开展海上安全行动